时光鲜末,岁月如歌,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再见,安徽大学,六月的安大,满是迎风盛开的荷花花,思绪随着新香回到纷乱的开始,那段属于安大的光阴的故事,安徽大学,四年前第一次见你,就对你满心欢喜,以至于穿上学士服食,并没有毕业的快乐。 而是无尽的不舍和思念,而安徽大学,校园的空气中飘荡着离别的哀愁,一些人离开,一些人走来,命中注定与安大相遇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将要成为安大的学子,你们的青春岁月,从这里开始。 关于安大,我想告诉你们,从1928到2018,这个90岁老人,他的名字叫安徽大学,所属地区,科肥,学校类型,双一流,211工程,省重点,校训,制成制简,博学独行。 地区,龙河校区,北溪路3号,庆院校区,九龙路111号,史河校区,史河路8号,东校区国际商学院,林权路420号,而安徽大学官网,说到学校历史,也是历经坎坷, 创建于1928年安庆史,抗战期间,西前流散,1946年赴校为国立,安徽大学,后千知无辜,最后的最后,在1956年千见合肥,1958年全面恢复招生,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千笔关学校提起校名,就在全国都少见。 而安徽大学官网,学校现在有一个学科群,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有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5个省级重点学科。 正因此,学校学霸众多,藏出量巨大的图书馆文点阁,天没亮就能看到学霸们在图书馆门口排队,甚至壮观。 而安大还是外交部缺乏度用公务员定点搞笑,每年为外交部输送了众多专门人才,来源网络,还有,安大是走非常open的办学之路,就是坚持开放办学,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所以,这里是国家公布的华文教育基地和接收政府讲学级留学生的高校之一呢。 这么厉害的安大,却异常低调,以至于跟嘉义说道合肥高校,想到的不是科大就是工大,我安大冤屈。 不过,在安大人心中,安大是无法复刻的唯一,爱在安大,不论以前现在或是未来,记忆里的安大都是我们最爱的模样。 那一年,安大的笑容跟现在一样气派,临此却别的建筑,还有那么多年轻洋溢着笑容的脸庞,我开启了安大的四年生活。 那一年,九月初期的热,那两日,往返于超市和宿舍之间的我,不止一次想直接把超市搬回宿舍。 后来四年,这里也成了上校生活费最多的地方。 那一年,在博北待的时间比图书馆还要多,一年到头都是在博北各个空调室辗转上自习,从自无楼的窗户上望去,可以看到安大的美景。 不管是春夏的郁郁冲冲,还是秋冬的萧条夜景,度过此个寒暑,但是安大的景色还是看不够。 那一年,却打跟博北一样多,每学期期末在安大的贴八和微博上面,都能看到校友的求助。 挂了七八门专业课该怎么过,最羡慕那些好像轻轻松松就给宝言去了北大,哥大的同学。 不过也有还有很多小灯业读,一扎二战最后考上研究生的同学,让人精彩。 那一年,虽然学校男女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事,但作为千年单身后,还是被不变一顿让对小情侣捏到哭,明镜广场更是不敢去。 还有一个今年不变的真理就是,周围总会有一个女生男朋友是工大的,当然,不避免男生男朋友也是。 不过周五晚上是个例外,明镜广场上除了情侣,最多的就是喜欢英语的同学们,安大同学,各国留学生。 还有从科大和工大等合肥其他高校慕名而来的许多英语暗号者,能坚持四年的,英语都有据的飞跃。 那一年,几乎每天办完五点三十分,都会听到前月苍苍,讲话伤伤,下伤着起,雍容怕糖,文化批成,民族市昌,神圣都市,机子上响,伴着歌声,在满体操场看阳刚之气的男同学们打篮球,看了四年。 那一年,运动会半代歌往年一样出色,千人阵仗的开幕式一样震撼。 而安徽大学环网,在这个歌运体育键儿大展拳脚的时候,若是能在万众瞩目的赛场上,第一个通过中点线,就会瞬间变成打在心中的男神女神。 那一年,图书馆对面草坪上,因着阳光雨露,自已生长着我们的校学制成之间博学赌行。 这条路,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次。 那一年,安大的动漫社团,只说是安徽最怕在圣诞节的时候,依旧齐聚了全省各地的合作。 盛大的动漫之夜看的二次元大呼过瘾,还有学校小剧套每年上演的艺术生毕业大戏,演奏会或者画展。 即使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看到,也甘愿,来源网络。 那一年,总以为大学生活很闲,然而每天周转的考证书,上课,自习,也能体会到充实的校园生活。 偶尔闲下来跟室友一起去九龙街乱逛吃东西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吃的不过瘾,还忙和白跑去过生育,逛超市,买衣服,各种理由各种节假日聚餐。 那一年,一年泡了时间回家被老妈嫌弃也毫无畏惧。 毕竟,安大的食堂不过是吃饭的地方,还有一种家的温暖和幸福感。 像端午节在流园里的粽子还有咸鸭蛋,虽然味道淡淡的,但是情义浓浓的,像桂园和厅门口的橘猫,身材是我羡慕的模样。 就是看着有点凶巴巴的撇嘴,在流园吃完度不苦边,会经常看到坐这里看晚霞聊人生的同学,还有深情读到学习的同学,有时候故意从旁边走过,偷瞄一眼,然后感叹,果然,认真学习的人就很帅。 此年里,我们爱过梅圆食堂的麻辣香菇,流园大酒店,流园食堂的铁板黑椒牛肉包,桂园食堂的杂粮饼,菊园食堂的小面包,来源网络,当然,为马尔我们的除了食堂,还有满饿之园的九龙街,店铺一家又一家,看着拥挤无序,其实心里早已把最好吃的店默默牢记,还有靠近工大那边的美食街, 一到晚上,我们的大部队就出动了,不吃撑坚决不返程,来源网络,然而,现在九龙街改造,以前常去的那家店,你有多久没吃过了? 每次再从西门出去,看到九龙街都会想,什么时候才能改好,我的美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那一年,飞翠湖上的灯光依旧明亮,隐蔽吹来的微风依旧温柔,这个属于我们的后花园除了工大,其他学校都羡慕不来 那一年,我们完成最让人心慌的毕业答辩,然后各自收拾行李,几个马带就能招完整个大学四年 本地生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外地室友,最后一个离开,关灯,锁门,我们生活了四年的这个小天地,就这样留到了安大,来源而落 那一年,龙和校区不大却剩在小而温馨,研究生龙是漂亮的欧式建筑,校园里的满木翠绿和红砖绿瓦也让人格外怀念 那一年庆院校区是大部分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的聚集地,设施行,面积大,即使离市区圈院也均毫不在意,毕竟我们有万能的149 那一年,我们穿上学士服,满校园时紧拍毕业照,照片里全是微笑的脸庞 好像已经忘了拍完这波照片,我们就要分别一样 你还是那个愿意跪下,为我拍照的中国好闺蜜,中国好适用,中国好同学 还是那个愿意看我搞怪,看我装编的好机友好利友 不忍离去,我还有没看完的知识点,没听你的室友的歌声 没去勾的聚园餐厅,没赏完的校园风景,无法满留 立刻一奏响,我等不来九龙街回归,就像等不来时光倒流 此去今年,没有在意想继续自念我安大 在安大的日子,无论烈日,汗水,青草,微风,喧闹的沉思的面孔 闭上眼睛都可以默契出来,就像理想世界里的一道光芒 在心中闪耀,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凝聚起书不尽的点击回忆 所有的不舍,最终却只化为耳畔的一句轻声道别 再见,思念匆匆如流水,对安大的爱却不会消逝 不论我们是否毕业,这些话都想悄悄的说给安大听 一年来的时候觉得学校不太满意,但离开的时候万万不舍 那年都回学校看看,走一遍北岁湖,是一次九龙街 从博北走到博南,去教育超市买包泡面 吃两次食堂的饭,去留言门口转转,每次一遇日游都是这日程 哦,忘了说,我回来一年了,这辈子不出意外不会离开合肥了 我终于可以经常回去安大看看了 05级平面设计,毕业已经很多年了 始终忘不了安大带给我的一切美好 毕业后总会在梦中梦到安大 醒来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那么久 一阵伤感涌上心头 每次进步合肥,还会坐上149路公交车 专门跑安大走机圈 坐在留言寝室旁边的草坪上 看看湖里的黑天鹅,看看美丽的建筑,五世人非 多想告诉安大的学弟学妹们 要好好珍惜在安大的每一个日子 这么多年,我总是以安徽大学为骄傲 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安大的骄傲 十二级爱与学院 在安大的四年是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对于合肥,对于安大都是从陌生到熟悉 再到分别与不舍 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 结识了一群可爱的人 希望安大越来越好 希望安大人的生活越来越精彩 十四级行政管理 一比一四年 时常怀念在安大的点点滴滴 安大对我而言不止是一所学校 更是掉顶我日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在安大,我遇到了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同学 这四年是我最幸福的四年 以至于每次做梦都能梦回安大 十四劳动与社会保障 今年大四毕业 过两天就要离校了 还想好好地看一眼校园 在安大度过的每一天 我都在成长 感恩 十四级人力资源管理 四年一梦 梦回庆月 一草一木接1.1D 一年一度接一元一会 十七级金融数学 希望有天坐在公交车上 我穿着印着安大校灰的衣服 周围的人会惊叹到 看 那可是 安大学生 再见 你为着离别 也意味着来日 再次遇见 今年是安徽大学建校90周年 任这个90岁老人 依旧挥煌如初 今日故动景 留下你对母校的祝福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贴近news.xy 与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